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的轻松 不费力气 今天我就来把几个轻松拧开罐头盖的小妙招分享给大家 下面大家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方法一 我们是用一个打火机 在这个盖子的四周这里给它烧一圈 不要只烧一个位置 我们一定要旋转这个罐头盖子 给它这样慢慢的烧 持续一分钟这样 然后填纸 通过热占冷缩的原理 这个罐头盖呢 它就会膨胀 所以呢我们就会非常容易的拧下来啦 很轻轻松松的 我们女生不费任何力气 就将它给打开了 非常的实用 方法二 我们先将这个罐头外面的这个包装给撕下来 然后找到罐头盖斜面的平面 接着我们把这个斜面 贴着这个案板上 这样来回更动几下 这样呢就会导致这个罐头盖松动 从而呢我们轻松的就能拧开啦 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哦 轻轻松松不费任何的力气 方法三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个罐 然后倒入一些60度左右的温水 再将这个买回来的罐头 倒立在这个水中 让它浸泡30秒钟左右 这里面的水能够浸泡完罐头盖就可以了 30秒钟后我们拿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样很轻松的就能将这个罐头盖给打开啦 这个方法呢是利用了热胀冷缩的原理 因为铁的膨胀系数大 玻璃的膨胀系数效 当我们用这个热水加热了后 当我们用这个热水加热了后 铁盖膨胀大 玻璃膨胀效 所以呢这个盖子自然就松拉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的拧开啦 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 方法是我们将它贴扣在这个瓶盖的这里给撕开 然后拿来一个不锈干勺子 我们用勺子的根部 在盖子的边缘这里给它撬动几下 让空气进去 这样我们再来拧开 就很容易的打开啦 因为让空气的侵入盖子容易松动 所以呢就很容易将盖子给打开了 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好方法 所以呢我们只要记住罐头盖的小机关 就能轻轻松松的将罐头盖给打开啦 以上就是四个轻松打开罐头盖的小妙招啦 非常适合手没有力剑的女生 看完大家可一定要将这个方法给收藏起来哦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感觉不错的话 就帮忙点个赞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才不会迷路哦 拜拜